你好 我是张开文 欢迎加入中国建议室 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继续来关注就是大陆严重的洪水灾情 从6月初以来已经有27个省市都出现了洪灾 那么除了长江跟淮河流域之外 您看到了包括了北方的黄河以及海河流域 现在也必须要超前部署了 就怕会南北夹击 针对像这样子全球性的气候异常 我们稍后还会有详细的分析报道 不过首先带您直级的就是灾情惨重的江西 连续大雨导致泊阳湖水未暴涨 再加上长江的倒灌有700多万人 一序之间都变成了灾民 截至7月中旬的统计数字 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930亿台币 我们的记者林敏珍跟于姓汉挺进洪水重灾区 请看直级报道 全部都被淹掉了 家家什么都淹掉了 被炸成都淹掉了 全部都坐在这里 就是这样站着看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现在一无所有了 位于江西颇阳湖西侧的永修县 7月12号晚上7点 当地防洪堤遭洪水冲倒 又急又快的大水 在黑夜中冲向境内上百个村庄 其中这座五星村 全村水淹三公尺 500人连夜逃命 回想起逃难那晚 村民雨季游存 到底水会往哪里来 该往哪里跑 心里都没底 好不容易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晚 天亮才发现 全村房子和当地一所学校 一楼都泡在水里 马路变水路 原本从村口回家 只要走路十分钟 现在只能划着交罚前进 时间多了两倍 我们现在搭着水阀 跟着受灾户 挺进他们的家园 画面上可以看到 所有房子的一楼 都已经泡在水里 根据了解这个村庄 总共有100栋的房子 500居民 现在已经全部撤离 可是因为当时撤离的时候 非常的紧急 他们很多贵重的物品 以及日常用品 都来不及拿出来 所以现在等到好天气的时候 他们就会搭着水吧 回到家中做简单的整理 想回家一趟不容易 因为操控没有电力的交罚 光保持平衡就很困难 拿着漂流木当桨 卖力往前滑 不只费力 还得小心沿路障碍 十几座电线杆不是灭顶 就是被淹掉一半 当风势太强 交罚划不动的时候 灾民就只能用手 抓着断电缆线前进 还得避开被冲刷破坏的 砖瓦杂物 一不小心撞到 交罚就可能翻覆 冒着风险前进 好不容易划到家 已经找不到大门 怎么进屋呢 我们采访这天 距离淹水已经经过七天 村民告诉我们 水位一点下降的迹象都没有 只能趁着没下雨 搭交罚回家拿些衣物 和整理一下才比较安心 但原本该是遮风挡雨的 避风港现在全泡汤 望着眼前的大水 居民满腹苦水 像前面两个村 他们都装上那个 自来水了 像我们这里 人家洗澡也只能在这里洗 在这边洗澡 那怎么办呢 没水 洪水清洗 先是断电 接着没水可用 洗澡都只能用这些污浊的水 生活上的挑战都可以忍一忍 但让居民最害怕的是 眼前已经半毁的房子 长时间泡水 面临完全倒塌的命运 到底为什么江西这次会淹的那么惨 我们先经过台湾旅行团 最常造访的庐山风景区 再继续往北走 抵达距离著名词都景德镇 一百多公里的泡洋湖出水口 湖口县找答案 过近来江西下大雨 所以五大河流的水是又快又急的流进 泡洋湖 那照理来说 这个泡洋湖的水就是会往长江的方向 排出去 不过现在的状况是长江的区域 也下起了大雨 所以长江不但没有办法接收 泡洋湖的水 反而还会倒灌进泡洋湖 湖口县遭大水内外夹击 让泡洋湖调节境内和长江水域的能力 完全丧失 现在即便暴雨放缓 泡洋湖水位还是退不下去 距离湖口县仅37公里的彭泽县 多处提防泡水超过一星期 面临土石松动漏水的危机 在彭泽县的一个防洪堤上 我们可以看到有上百位的居民 以及是军警都已经投入了救灾大队 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把沙包不断的往堤防上 加高以及稳固 彭泽县的芙蓉农场 当地人形容就像一口锅 地形四周高 中间低 只要遇到洪水 没有稳固的堤防保护 上万居民就只能逃难 根据当地规定 防洪人力一公里就要有19人 在彭泽县负责的防洪堤 长度超过70公里 满载沙石的货车 一辆接着一辆 全县上千人投入防洪工作 截至7月21号统计 江西倒塌房屋1847间 975万亩农田被淹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7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931亿 700万人成了受灾户 近70万人全进了临时收容中心 截至小孩 管我自己人家找 永远有东西嘛 不要东西嘛 把小孩带走 倒爸啦 倒爸啦 他说通通是赶快 各自人赶快离 跟我们的大的小孩子 有些人就疯了 那种感觉 还带什么东西啊 就人都疯了 他是有孩子的 有老人的赶快赶快离 湖东学校是永修县 最大的灾民收容中心 在这里有90间教室 都已经把桌椅给清开 放上简易的行军床 让受灾户 可以在这边暂时休息 永修县官方征用的 湖东学校 有四栋楼改成收容所 一间教室摆放 超过20张行军床 户外走廊成了灾民的阳台 挂着清洗后的衣物 生活得到安置 不用再担心要连夜逃命 但受灾户中 有许多患有慢性疾病的长辈 撤离时根本来不及 把药拿上 眼看妈妈的脚痛 越来越严重 旁边的老父亲 降血压的药也快吃完 王先生越来越不安 特别一些老人家 特别伤心 毕竟他们一辈子 也没有离开过那里 有些人哭了 甚至有些老人家就说 还不如让我被洪水冲走 这种话 就是特别的让人伤心 灾民的困境 看在年轻志工严厉 充满不舍 但天灾难测 救灾更需要时间 灾民回家的日子 还得再等一等 TVBS新闻 有些人领珍 江西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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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